從這個地方的這個例子來看 會特別需要注意就是說 這個範圍裡面如果有空的資料 會造成這個空的資料丟到weekday裡面會產生錯誤 如果錯誤的話它就會停在黃色的這個地方 它會告訴你說這一行出錯 當然我剛剛有講過如果你要出錯的話 你的游標其實可以停在上面 然後再去修改 其實程式如果出錯的話 不要急著說把它結束掉 你可以再看一下游標放上去 然後再去做判斷 可以找出那個錯誤 然後再去做程式的出錯 另外的話甚至那個出錯的部分它可以倒車 你可以寫完這個這一行程式之後 你可以把剛剛的那個錯誤 可以往上把它往上拉 它可以讓你再重複執行 那做完之後另外一樣產生兩個按鈕 那我們就可以把這個兩個按鈕按下執行 就可以得到我們要的結果 那一樣可以把它還原 OK 不過還原這個程式顯然有一個問題就是效率其實 實在是太慢了 那主要原因是因為 那主要原因是因為 還原其實不需要判斷 所以呢 程式的撰寫部分的話 其實理論上 可以把這部分的程式 改成所謂的Range 那改的方法的話 第一個你可以把 這一段程式把它註解掉 或者刪除掉了 不過我是建議你可以用所謂的註解 那註解的話就是說呢 前面加單引號 那以前的做法是 如果每個前面都加單引號 其實還蠻浪費時間 因為太多行了 所以這邊的話 交割一個方法 你可以在上面多呼叫一個工具列叫編輯 這個編輯工具列把它叫出來之後 接下來選取這個你要註解的範圍 然後接下來把 你需要註解的範圍選取完之後 按一下使程式變為註解 那這個部分 當然程式就不會被刪 那好處就將來 如果你還需要用到這一段程式 還可以把它恢復 那恢復的方法很簡單 選取之後把它恢復 OK 這個註解 這恢復 OK 然後呢 我們可以把 如果我們一個一個去復原 改成用Range的話 是整個範圍 所以整個範圍有點像是 Ctrl Shift向右向下 然後做一次動作就完成 那做法部分的話 第一個我們Range 跟他講說我們的範圍在哪裡 A2 冒號L32 這個範圍 OK 那做什麼事情呢 就是把裡面的字全部都變成黑色 那其實你可以直接用這一個 Sales後面點後面的程式 直接套用過來就可以了 因為這個是哪一個儲存格做這件事 這個是這個範圍做這件事 那其實兩邊是相通的啦 那其實兩邊是相通的啦 所以 再來第二個也是一樣 把這個 佈置過來 然後直接把這個的底色變成沒有 好 那我們程式就改完了 把它註解起來 然後呢 在這個後面 把它就是改成整個範圍啦 那你想說這到底 之間的差異有多大 我們來看一下 基本上 我再做一次 如果用 第二種方法 你會發現 剛剛是一個一個一個慢慢的清楚 那現在的話呢 是整個 它等於一次性的 全部變成黑色的字 全部變成沒有顏色的底色 幾乎在瞬間 所以如果你是一個大的範圍啦 當然強烈建議 你要用這個 所謂的這個Range的方式 做這個格式的還原 OK 那這個做完之後的話 當然喔 我們假設 希望更上一層樓 希望再加上 所謂的那個 這個這個 年曆 可以一次就把一整年的年曆 通通都把它做變化 比如說像我們原來的這個 這個做法是直接 修改第一天日期 比如說我要改成2022好了 然後呢 1月1號 Enter的話呢 它其實 全部也會跟著改 那為什麼你會 會全部跟著改 主要原因是因為 我們剛剛 這個地方 都是用Eday 跟著它 然後這個底下的話呢 也是都跟著它 去做其他的變化 那 只是說呢 格式部分的話 變成 如果你想要變更的話 那格式部分的話 可能就要重新再讓它跑一次 所以這邊的話一樣 就是2022把它變 變動完之後 然後 格式化 那如果再把這個變成2021好了 Enter 它其實沒有跟著變 所以怎麼辦 還原 再跑一次 OK 它就會重新 再把這個範圍的 禮拜六 禮拜天 做一個重新的格式 那當然呢 如果你希望能夠 有更快的做法 後來我就想了一個方式 就是說 不過這個後面的部分的程式 相對是比較複雜的 那我也有把做好的程式 放到雲端 給各位參考 也就是如果今天希望 把剛剛所做的所有動作 如果用VBA全部串在一起的話 比如說第一個 把年曆全部清空 OK 它只留下第一天 第二個的話呢 當然我會多一個年曆 那這個年曆的話呢 就是輸入那個年份 比如說我要是20... 年份部分的話 我假設2023好了 不過我不確定說 這個是西元年還是... 所以理論上這個訊息 應該要再清楚一些些 按確定 我記得好像是 輸入是西元年 但如果怕說 會讓使用者不確定的話 盡量還是在 這個跳出訊息地方 再增加一些 請輸入西元年 或請輸入民國年之類的訊息 那你會發現喔 我假設輸入之後的話 2023 它基本上做了什麼 它基本上就是 第一步 把這個2023 輸入到這邊之後 加上1月1號 並且幫我把每個月的... 2月到12月的每個月的第一天 把它填上去 然後再自動的把其他的日期 全部都輸入 然後再接下來就是說呢 把禮拜六、禮拜天做格式化 OK 那也就全部串在一起 按確定 OK 那清除的話就是把 這個資料全部清空 再把這個資料留下來 清除 OK 那這個地方該怎麼做呢 那這個難度會相對的 比較高一些 所以請各位也許先把剛剛那個格式化 這個應該一樣還是要限2022 先把剛剛的格式化 把還原格式部分 改成用range 改成用range 所以記得註解是按右鍵這邊有個編輯 把這邊註解掉 然後呢 改成用range的方式來完成 這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 待會我們再來看 如何做那個一鍵完成 整個年曆的這個動作 試一下